Lun Sang 女主角 K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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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 女主角 我叫林曉筠 我踢花莲縣女子足球隊 然後背號是15號 是因為國小的時候 項目沒有那麼多 然後那時候足球有很多人在踢 就讓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想要試一試 所以就這樣子接觸足球了 國小的時候意義不大 因為覺得好玩 可是到國中的時候覺得很累 但到高中大學的時候就變得有目標 因為讓我覺得說 其實走足球這條路不是說 像大家講的那樣沒有前途 其實也可以靠自己的專業 去走出一條路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意義很大 除了熱情以外 還是要有一點點屬於自己 對足球的這一個熱忱 國小的時候踢足球就是 比賽拿冠軍去澎湖那一次 我覺得那時候最讓我們印象深刻 因為那時候都不太會踢啊 教練又是很細心的教導我們 然後也沒有給我們太大壓力說 一定要贏啊 然後才能出國什麼的 我們都是以很愉快的心情 在踢每一場比賽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就不知不覺 越踢然後身心越來越強 就想著說反正都要出國了 那我們就贏一次 我16歲的時候選那個U16代表隊 那一次的印象很深刻是因為 我們好像對到南韓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一開始啊可能那時候年紀太小了 把經驗不足都覺得 那應該還好 因為他對其他隊的時候都沒有怎麼樣 對到他們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差異太大了 我們台灣的足球跟國外的差異實在是太大了 不管是基本還是體能 甚至是觀念都差很多 所以那一場比賽我們輸得很難過 因為被人家10比0 然後90分鐘的比賽 我們五顆球都碰不到 因為全部都被他們掌握在腳底下 然後那時候就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跟人家差這麼多 才知道說我們其實練得比別人還要不夠的太多了 如果是以實力很懸殊的話 當然看待勝負就不可以看得這麼嚴重 因為得失心會太重啊 因為畢竟人家真的搶你太多了 如果你還對輸這麼執著的話 那你都不會走出這個想法 你就會想說 喔我為什麼跟人家差那麼多 你應該是要想著說 我為什麼輸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改善 之後是不是就不要輸這麼多 或者是說是不是要贏回來 要為了這個輸球做改善 然後為了贏球要再更進步 我當然是希望 團隊的話我們還是可以再拿冠軍 然後對自己 當然是希望自己可以再更進步啊 因為只有自己進步才可以幫助到球隊 會想啊 台灣跟國外不一樣啊 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實力在哪 所以我會等到 真的準備好的時候再去 覺得我們現在台灣資源 也慢慢變得比較好 我覺得在台灣比賽的話 我覺得也可以讓自己進步 一句話吧 就是問問自己 有沒有對踢足球感到後悔 對足球有什麼收穫 或者是說 現在的你正在做什麼 有沒有因為足球越來越成功 越來越有成就 我們要加油 我們要去戴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 我們要去看